他们死得更少一些 不像我们打架 打几十个人头 他们对自己的伤害量 都很了解 能不能打 打得划不划算 不会轻易地开团 你有没有注意到 洛神战队的有余 第一局打张飞的那个 我刚才听解说 好几次都提到他 最后一国团 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还拿了这一局的MVP 所以辅助的位置 其实非常重要 有时候 甚至是一个团队的指挥 那之前阿国哥 就是我经纪人的老公 他说辅助可能更好打 看来是不太对的 我看您已经是 黄金段位了 自己打了吗 我还拿了好几个MVP呢 你用我的号 拍位试试 我还是会认为 你对我居然 hau 我真的不会实施 你对我确定是 你一会儿要打 你一会儿要打 我一定会做一会儿 你第一会儿要打 我一直在说 你一直在说 你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说 滚住 赶紧票 你之前打黄金打得很好 但是打钻石就很吃力 你要参加的比赛 还有职业选手 难度只会比现在更大 我之前不知道 你要面对的情况 所以觉得你打好 王昭君就可以了 可事实上 这远远不够 应付你要面对的情况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剩下还有一个月 你依靠自己 达到最强王者 我觉得我可以 那我现在就开始排位吗 不 我们一位一实战 昨天回家后 我看了一下职业赛 对当前游戏版本 做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接下来 我们先把所有英雄 通过一位一实战练习一遍 通过实战 你要熟悉每个英雄的技能 伤害量 大招冷却时间 以及一些操作细节 每个英雄 王者荣耀都有一百多个英雄吧 嗯 所以并不多 虞君是当中版本体一射手 操作比较简单 它的特点在于二技能 免疫物理攻击的同时有加 所以 不怕物理吸刺客 免疫物理攻击的 你已经被迫在于一射手 你已经被迫在于一射手 东皇太医 这个辅助比较适合你 但是你出名技能加错了 应该先加一技能 你已经被迫在于一射手 上车 要坚持 不许看 准备起来 晏小乔 金金 我来给你们送晚饭 今天顺不顺利 不要问我这种 很难回答的问题 有没有肉啊 我想吃肉 有白水就消 我想吃红烧的 没准备你的 只有余老师 咱们待晚上来不吃肉 乖 等于余老师走了 我再来收拾 我就先不进去了 你好好学习 乖 我去熟射 就坐下了 我去银楼 去银楼 走下吧 你要不要拿走鞋 不用了 你吃吧 你这几天又胖了点 有个地方很不公平啊 你看啊 我等级还不够 我还没到三十几 名文还没满 你的比我多 我当然是打不过你 我没几个名文 这样也能秀啊 段位低 这样 打了一天 你看出我适合哪一位英雄了吗 再等两天吧 你倒不如直接说 再等你这两天多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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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 你已经被打了 死了 死了 不打了两天了 就不能让我赢一回吗 不是这样的一样 不是这样的一样 那你要秀有点高吗 你看我的战绩 那你只能去打别人了 小赢只能打别人 虽然是事实 但是你也自恋得太明显了吧 跟别人搜了 我能打定别人吗 打不过 把手机给我 那我去了 这么容易就赢了 继续 快 现在还能赢吗 你嫌妻死了她多次 经济和装备都比她差 这时候不要硬上 走回肖子 注意清理兵线 不要让兵线尽打 转头 小赢比赛奖励吗 可有厉害死的回礼 差距这么大多能反杀 你开头耍我呢 之前跟你说过 鱼机的耳机能 可以免疫一切物理伤害 但你使用的时机 还没有掌握好 这样 不用资格 你用鱼机 我们继续 谢谢余老师 余老师辛苦余老师再见 老师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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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